我生我大儿子之后 就跟我伯伯散传过艺术程度 就是为了那订婚的两万块钱 然后是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结婚 我孩子刚刚生出来 还不到三个月 然后我伯伯呢 他是叫我老公 叫我把那个订婚钱拿出来 把那个留房盖好 然后我就我不狠 不给他妈妈呢就气了 就骂他是老婆 就是说他 就是我不听他的话 什么他听我的话 什么就就就吵 我就跟他说 我妈 我说你不来这样说的 我是什么老婆婆 我说钱 我说我就不吵多钱 就是跟你这几百万的 人家放在老婆那里 是什么 我说不建房子 我说这个以后 就是以后他还店里干嘛的 有什么作用什么 然后就这样吵 就是你就我 就吵了吵起来 之后就打架了 在孙女士看来 婆婆凶悍不讲道理 是婆婆的威慑 让丈夫如今 越来越背离自己 不过丈夫张先生 并不认同这样说法 他努力地从家里 说不清的纷争中 再次打捞出一件 来说明所有的原因 只是因为妻子性格太急躁 说到心痛处 近中年的张先生 煽然泪下 他跟我妈妈之间 这个矛盾好难说得清楚 这个我妈妈吵架 吵架到哪种程度里 因为我们店里 他们还是买了一台电脑 这个电脑其实也就是一个核心 也就是一个负源 就是我们在开这个店的时候 本身我刚刚说了 我们能源非常介绍 电脑是非常浪费时间和精力的 他然后是怎么搞的 把那个店打开 眼睛放下电脑 右眼睛盯下外面 然后三更半夜晚上 不睡觉 不到床上睡觉 就在大厅里面 光着翅脚 就在睡在电脑上 就在一个晚上到天亮 不是一只两只 我跟他说 我说你正下去 肯定是不行的 我做的决定 我就是把这个电脑拿回家了 放到妈妈家去了 对 他就问我 问我妈妈要电脑 跟我妈妈 你说要尊重我的意见上 因为电脑是我买的 我放到我妈妈那里的 他问我拿不拿 我就注意小孩子的好力 我说这个电脑 我说是不能给他的 带小孩子很不容易 那如果放到电脑上网 根本就没有心事 打理家务和带小孩子 我是建议他不要拿 然后他听到我说话 他就把手机 我跟我妈妈买的一个新手机 这手机还在这里 我说你带来了 现在还在这里 他就在床子塞碎之后 再塞一下之后 然后就用一手尾 我要断了 就尾在两边 那边还在我河北里 然后我妈妈的地下就这样 就把那个手机捡起来 他用脚去踩 用脚去踩 我妈妈开始去不过了 当时她是洗衣服 那个缩掉了 也捡个脚盆了 就好呢 就跟他闹起来 然后闹起来 他又没放过我妈妈 他就把用双手 去除了我妈妈的头发 就打这样 打得一大幅度 我当时因为我没在床 我在那个饭店里面 我下午坐上山 因为我下午就赶过回来了 我就换到 跟我妈妈坐在那个角落里面 坐那个石头上 那个坐在那里发呆症 跟那个人用脚 我换得十分的火脸 那个头发一根根的 就掉掉掉的 我说妈妈你怎么这样昨天呢 这里血都搞得好了 说不出来 我作为我一个儿子 说实话 我妈妈坐在那里的记录 我心里是立场路过 我妈妈跟我说 她说你别去打她 她说我不会打她的 她说我到时这个时候 拿着我妈妈来 我说我妈妈 这说不了神的 是她妈妈先动手的 你怎么会跟丈夫也打 跟婆婆也打呢 我小孩睡觉比较早 因为我们在街上都是 十一二点钟睡觉习惯了 然后这晚了 我小孩八九点钟 把话译试了 全部睡着了 然后他们都睡着 我就过去坐这里发呆很无聊 我就跟我老公打电话 我说我老公 我说一条电脑 我说我又拿过来 我说你跟你妈妈讲 我说你妈妈不同意 她说她说好 我跟我妈妈讲 后来我又打电话 过了两个钟又打电话 我说你跟你妈妈就好了 我讲好了你去了 然后我说我是电脑 我在哪里 我说我来拿 我说昨天你忙 我说我今天过来拿 然后她说不给了 然后她立马就给她儿子打电话 她说你媳妇 她说这不是想活命的人 都是在外面鬼混的人什么 她说你还借给她什么 你还相信她呀 什么不来相信她 你说这样的事情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 她说哪里人相信 不来相信不给她了 我说你昨天答应我了 我今天我说你说你妈妈哪的 然后她就说就我接电话 然后我就接了 我说给我吗 她说不给就挂掉了 我就戏了 我说这个你怎么说 说就不给就挂了 我就亲她妈妈 她说两句话就说不给了 然后我去我当时就丢在那个墙上 那个丢在那个墙上嘛 就是手机点好像散了 什么玻璃散什么的 然后我就蹲在那里 然后我蹲在那个墙上 蹲在那个墙上呢 然后她妈妈就直接从那个屋里面了 就是帮你一大棚子的衣服 都是湿湿的 是从我条上摘五下 摘五下我就打到条线 我说现在这个人怎么在打人呢 我就洗了把那个脸盆一扔掉了 然后她就实际就扎我的头发 这要扎我的头发 这这这这 然后我这个人 我这天了 我就扎了 这个东西我们就 扎着手 扎着她的头发 扎着她的头发 之后呢 好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张先生 按照你的讲述 我们听到的会觉得 是这个儿媳妇 非常的无礼 婆婆要看 她孙子她不让 婆婆进来了 她关门关的很大 是表达她的不满 这是事实 然后她跟你妈妈打架 抓住你妈妈的头发 对 拿着盆子什么 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 是引起他们婆媳争论的一个点 就是你当初答应了她 给她 要是最理解的时候 我说 可以答应给她 答应了 为什么等到她去拿的时候 你妈妈又不同意了呢 然后是这样的 她说你这个电脑 同意不同意给她 我就想了 像因为现在情况变了 小孩子在生病 在打针 你的想法是孩子生病了 现在不适宜拿电脑去玩 对吧 这个想法是没错的 但是 是在妈妈问你以后 你通过妈妈的意思 传达给她 是 那她可能就会认为 是你妈妈跟你说了什么 导致你改变主意 我老公之前都答应了给我的 为什么你这个婆婆不给 还要再从中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只能说 她根本就不理解 不理解我在店里的港式 也不理解几个小孩子 生病 也不理解我妈妈的心理的痛苦 她因为注意着自己 我要享受 我要用电脑 我也玩